第四试题 已知银木耳氮分子与两木耳氧分子化合可生成两木耳钾分子 若以白圈圈代表氮原子 以黑圈圈代表氧原子 则下列合者可用来表示钾分子的结构 我们晓得银木耳的氮气加上两木耳的氧气 可以生成两木耳的钾 那么根据原子说 化学反应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 其种类输入没有发生改变 前面会有两个氮原子 而这里要两个钾 所以每一个钾会分到一个氮原子 那么这边总共有四个氧原子 那么这要两个钾 所以每个钾会分到两个氧原子 所以呢我们图示上看到 我们要有一个白圈圈 两个黑圈圈 所以第四试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合者可用来表示钾分子的结构 我们答案选择是B